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像我你不像我 偏偏不告诉你 你爱我你不爱我 这是一个秘密 假如你的庄库 我难免生气 我只好承认我 百分百在意 你是无谓的奇迹 全天下最爱你 你是我命中注定 没人比你美丽 你只陪我好吗 我最爱的你 我对你轻声说 我愿意 我对你大声说 我爱你 你只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燕熙 顾燕熙 小婉 燕熙 燕熙 顾燕熙 你去哪儿啊 顾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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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顾妍夕 顾妍夕 小姐你醒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在大少爷的床边守夜的时候睡着了 如大夫给你诊脉 说是欲结欲心 气血两亏 所以给你服了点安神丸 让你好好休息一下 可谁知道 你一睡就睡了两天两夜 两天两夜 那顾妍夕她怎么样了 醒了没有 还有没有事 大少爷她 说没事 也没事 说有事 那也不是小事 她到底怎么了 她 不行 小姐 我要自己去看看 小姐 不行 我得赶紧去找二少爷和如大夫 小姐 郭月欣 郭月欣 还好你没事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是谁 疯疯癫癫的 你 你怎么了 傅君 你别过来 夫人小心 这个人举止古怪 小心她伤着你 傅君 你听我说 这个是婉儿 妹妹 没关系的 婉儿妹妹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夫君 你怎么了 快坐下 婉儿妹妹 你哥哥伤势未愈 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 什么是记不得了 季月 快送夫君回房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用了 你还是先回去歇息吧 你哥哥刚醒 我不想他再受任何刺激 其余的事 有空我再给你细说 小心 你别忘了 顾颜希不记得我了 顾颜希怎么会失忆呢 是 小姐 二少爷和如大夫来看你了 不要 要我说吧 你就别想这么多没用的了 失忆就失忆了呗 至少他命保住了呀 而且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失忆了呀 之前她小的时候的事 忘得是一干二戒 我一副咬下去 这不该想起来的都想起来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给她开药 这不受伤了 身子骨正弱 况且我为了让她记起小时候的事 我用药刺激过一次她的记忆 但是要三分毒啊 况且又是这么猛的药 还是等过段时间 她的身子好些了再说吧 那过段时间是过多久 现在少夫人天天陪在大少爷身边 万一大少爷变心了怎么办 万一他们就 你说得对 万一我的小千千被严犀这个禽兽 欺负了怎么办 怎么办 不行 我再给她下点药 让她浑身无力 免得她受刑大发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 我 小姐 你都两天没吃饭了 多少吃点吧 对啊 对啊 多少吃点吧 我刚纯属在那胡说呢 你像颜希现在的身体啊 你要让她想乱来 她都乱来不了 如莹 小婉 来 吃点饭吧 你这不吃饱 怎么有功夫去想办法呀 来 那个 我绝对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小婉 我明天再来看你 嗯 如莹 跟我一块 我 为什么 都知道 秋香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等奶奶醒过来 我就向她坦白我们的关系 还有小婉的身份 谁爱说就让她说去吧 你是苏小婉 是我喜欢的人 元赫 你保护少爷不周 导致少爷遇害身负重伤 县令你即刻出府 顾府从今天开始 对你永不聘用 出府 谁传的令啊 这是少夫人的意思 那少爷知道吗 我可是在少爷身边 从小长大的哦 少爷在病状 你还想去刺激他吗 带走 奶奶用茶 奶奶 把元赫赶走 事前与自作主张 可是他保护夫君不利 理应受到惩罚 如果芊玉有什么 做得不妥当的地方 还请奶奶责罚 你现在是顾府的少夫人 赶走一个家丁的士气 以后不必来告诉我 自己拿主意就是了 是 我知道 奶奶您是在为颜希哥哥的病情优行 卢大夫 卢大夫虽是神医 可是毕竟她的医馆里 每天有那么多重病的病人 都等着求她诊治 怕是照应不来 我请来了一位赵大夫 他从前在宫里当过太医 专门来给颜希哥哥看病 就是一号过太后投封的 那个赵太医啊 没错 正是那位赵太医 他可是治疗投机的一把好手 本来早该到了 可是路上马车出了故障 不过想来应该也快了 你说得对 如荫大夫 是不能时时刻刻地守着颜希 这位赵太医我早有耳闻 她的医术与如荫大夫 是不相上下 想必你请过来 是花了不少功夫啊 这都是孙喜应该做的 颜希能娶到你 真是她的福气 进来 老夫人 少夫人 这位便是赵太医 老夫人好 少夫人好 太医不必多礼 我孙儿的病啊 就有劳赵太医了 老夫人放心 赵某定当尽心尽力 好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去转转吗 你都想明白了 总归人活着比什么都强啊 这件封关被毁的时候 他差点就被关起来了 我就跟他说 你关多久 我就等你多久 他这次只不过是暂时失忆了 所以我可以陪他 我陪他慢慢记起来 那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永远也记不起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那我就让他再喜欢我一次啊 我这么可爱 这么美丽 这么 温柔善良 善解人意 毕业修花 独一无二 对对对 他能喜欢我一次啊 他肯定能再喜欢我十次 好 如荫呢 他有没有说 颜希的伤怎么样了 如荫下午去医馆了 他怎么去医馆了 他听说 老太太专门请了一个太医 照顾颜希 他觉得自己高超的医术 被人轻视了 他就生气回去了 如荫真是小心眼 我会都把它弄回来 没事的 如荫说了 颜希哥身体并无大碍 没有生命危险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那个太医 虽然说医术不如如荫 但也还不错 照顾颜希够了 那如荫有没有说 颜希失忆的事情怎么办 他会看着日子来的 你放心吧 他说等颜希哥身体好得差不多了 他再去看看他还需不需要用药 夫君 该休息了 大病出狱 不宜劳累 你先睡吧 我得把这些账目全部处理完 什么都忘了 还看账本的习惯 倒是一点都没忘 好 我陪你 坐下来 腊外 输alı 明镜 benefit aria 夫君 完了 完了 这个怎么办 玩玩 说出爹爹的针槽去泡米了 去吧 啊 夫君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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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千蜜姐姐别怕 我来抓住她 千蜜姐姐你看 没事了 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对不起啊 千蜜姐姐 我就是白天跟哥哥有些误会 所以晚上想来跟她重新认识一下 你来就来 干嘛还带着猪啊 吓死我了 别怕 有我在 千蜜姐姐有所不知 这只猪可不是一般的猪 是哥哥亲自挑选 花了正经买来送给我的 我 送你猪 嗯 对啊 而且哥哥你还给她取名叫婉婉呢 哥哥 我听说失忆之后啊 多接触接触以前熟悉的东西 能帮助记忆恢复 不如我就把婉婉留下来给哥哥 说不定啊 哥哥还能想起些什么呢 不行 为什么呀 难道嫂嫂你不想让哥哥早日康复吗 不 不是 只不过我实在是没办法和一只猪共处一室 妹妹还是快带走吧 那正好啊 现在哥哥伤势未愈 你们共处一室也多有不便 不如就让婉婉留下来陪哥哥养伤 千蜜姐姐也刚好可以搬出来躲个清闲 你胡说 我跟妍媳哥哥夫妇一体 她若是受伤不便 我定要侍奉在旁 这是一个做妻子的本分 可是 婷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 娘子 我觉得妹妹说得有道理 你这几日照顾我实在辛苦 不如你先搬到别的房间 先休息几日 这样我也能尽心处理这段时间 因为生病工作上堆积的事情 你觉得如何 可是 哥哥 那婉婉可以留下来陪你吗 留下吧 娘子 你觉得如何 那好吧 夫君要是有事随时叫人来喊我 嗯 夜深了 夫人快回去休息吧 千蜜姐姐再见哦 还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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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婉儿妹妹 我毕竟是颜希哥哥明媒正娶的夫人 按规矩 你理应喊我一身嫂嫂 今日之事 你虽看似无心 但却是离间我跟你哥哥之间的夫妻感情 你哥哥如今病着 我也不想让他为难 希望你日后行事多注意分寸 千蜜姐姐 也正是因为哥哥病着 所以我定不会让他做出全月后会后悔的事情 当初你们成婚也只是帮你渡过难关 但是我哥哥已经有心上人了 我相信千蜜姐姐一定不会做出夺人所爱的事情 那这个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夫君昏迷 我衣不解淡日夜守护的时候 那个人又做了什么呢 不论从前如何 现在他的妻子是我 只有我 从前 夫君爱那个人 护那个人 心中只有那个人 我无能为力 但是如今夫君记忆全无 倘若他现在爱的人是我 我也绝不会退让的 那就走着瞧 你们 夫君 我给你带了你最最最喜欢的糕点 你哥哥 我也为你精心碰了浇花剂 夫君 夫君 给 娃娃 来 吃 我们吃 好 吃 娃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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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唉 来 哥哥 妹妹为你跳凉去 和我小滑 停 停 停 爸 如今大少爷的身子也好得差不多了 您也该搬回屋里了 我看这些日子啊 那个爷丫头虽然天天缠着大少爷 可大少爷似乎并不喜欢大少爷 你可得把握好时机啊 别让大少爷的心再飞走了 小心 夫君 奶奶来了 奶奶 你这一大早的怎么抱着一只猪啊 这是婉儿妹妹送给我姐妹儿的 别怕别怕啊 没事了 别怕 奶奶 您慢点 您好 副极 坐 坐 奶奶 小心烫 谢谢 芸汐啊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无碍 只是之前的事情还是想不起来 人没事就好 先前你那样子 奶奶不知道有多担心 只要人没事 一切都会好的 你看 奶奶多关心你啊 可算是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经历了这么一遭 你们俩的感情倒是越来越好了 芸汐这些日子照料你 憔悴了许多 日后你可要好好地待她 我们以前 不是这样的吗 奶奶说笑呢 真是的 开个玩笑也听不出来呀 老夫人 你老身看 少夫人还是赶紧搬过来住 大少爷才能早点想起 跟少夫人新婚燕耳 如娇似妻的情谊呢 嬷嬷 别胡说 嬷嬷说得对 烟熙的身子既然好了 芸汐啊 你得赶紧搬回来住 这样我以后早日抱上大胖重孙哪 是 好好好 小姐 安好 婉婉 她怎么会在你这儿 婉婉 有些事情您不明白 老夫人真是着急抱孙子呢 朱送过来了 老奴先回去了 既然都能生娃娃 身体肯定恢复了 我得赶紧去找如荫桃药 帮她恢复记忆了 芸汐如今的病好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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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贼人也被盘流放了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啊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啊 也走散落地了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啊 日后还是得 让府中加强戒备 这年头居心叵测的人太多了 谁知道下次还会出什么叉子 老夫人 老夫人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门外有个人自称找到了婉儿小姐 心下在门外候着呢 慌疼 婉儿不就在家中吗 哪个骗子竟然把主意 打到我们顾家来了 老夫人 若是骗子 我定不敢回来叨扰您 早早就命令你 打出去了 只是 只是什么 不必吞吞吐吐的 只是这个事蹊跷得很 那个姑娘的手臂上 竟然有和婉儿小姐 一模一样的台积 我觉得奇怪 还特意找人验了验 不像是假的 竟有这等事 小人余见 这天底下最了解婉儿小姐的 便是老夫人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不如您先见见这个姑娘 再做思量 那你悄悄地去把那孩子带来 是 老夫人 姑娘 风吹起你的发丝 你回眸那一身 雨月光 照进我的心 并封住我的思绪 茫茫人海的相遇 满心唤醒 凝望你的眼睛 又闪烁星星 是我最甜梦境 脑海被你的容颜 慢慢笼着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弯弯不远 内心在呼喊 无意间指尖触碰 按自己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得以今生之缘 带头与你 弦签身上岁月的垫底 化为甜蜜 你如盛开桃花 清天的河风 溶化我的冰冷 我还被你的容颜 满满笼沼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弯弯不远 内心在呼喊 我遇见期间触碰 人自其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我遇见期间触碰 你身影别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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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影懇好的 重生 这jo也可逃啦 你身影响 你身影别再离开